推到隔半抢下麥克風 公民黨立委林維州突襲 一個箭步率重衝上主席台 一面大喊包抄主席台 同時也把立法院長游錫坤挤到一邊 等到民進黨立委反應過來 公民黨團早已佔據優勢 藍綠爆發腿擠肉搏衝突 敲成一團 公民黨立委會這麼生氣 就是因為發現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趁著議事空檔夾帶這張地制法修正案 企圖繞過委員會禁服二讀 突襲動作被國民黨發現 立即佔領議場主席台癱瘓議事 院會聽拜直到下午兩點 朝野協商達成共識各退一步 何建民同意撤回禁服二讀提案 藍白黃難得站在同一陣線 地制法在一片罵聲中總算復毀 為了讓大新竹升格 能夠趕上2022選舉 民進黨可設費盡心思 一早六點多就輪班議場大門前排隊 總統蔡英文還派人送早餐 確保今天院會的優先提案權 只是面對藍營的強硬杯葛 地制法將延到明年一月 臨時會朝野正面對決 所以我們並不是因為他的收出進步二讀而決定 我們的審查的速度並不是這樣子的 既然很多是連動的 那至於能問哪一關走過要走哪一關 當然我們都有一些沙漫市的推薦 逐桌合併在柯建民的主導之下是在必行 不過大新竹市長能不能感受2022選舉 就看臨時會朝野怎麼攻防 歡迎收看我們玉林萬宇台報道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 週六 晚間九點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 全行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晚宇新聞台